這裡就是泳池了 我現在已經換了泳衣 今天就和大家介紹一下 在巴里島一個懸崖邊的一間酒店 裡面一間成為8636元的房間 這條影片和之前我介紹 13000元一晚的那個Villa一樣 我只做一個room tour 和很簡單的四圍環境 給大家看一下 就不會說它的room service 自助早餐那些東西 因為其實食物也很多很好看的 我打算額外再做一集 那今集我就首先介紹了普通的環境 和去房裡面的設施等等 去片 現在是3點34分 那我們的房間就還未準備好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泳池旁邊的餐廳 坐下來先吃午餐 因為其實今早一陣子都沒有吃東西 就是在這裡吃酒店的那些 餐廳 歡迎餐廳 餐廳 那些我可能吃了兩塊曲奇餅 那樣 就先吃了一點午餐 不過我不知道來到這裡 是不是天氣的問題 其實我經常都不是很餓 昨天就算滑浪 不是 我都不餓 對 我們決定吃著一個 晚餐廳 早餐晚餐 去等房間準備好 不知道什麼 多有趣 香蕉味 食物終於來了 準備開飯了 很曬 現在很舒服 但是暖暖 好可愛 好可愛 我們點了一個炒麵 一個雞湯米粉 還有 魚的串燒 雞肉的串燒 各半打 看著這個景 也挺放鬆的 湯 少一點 嗯 雞皮超級脆 又說不說吃東西 下一秒馬上說了吃東西 不要緊 終於有房 讓我們進去看看房間是怎樣的 之後呢 房間就是這裡 好可愛 這裡呢 有床 之後有一支小食 那些東西 之後呢 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重點 大家留意著 給一下那些背肌和脂肪的完美融合谷 在一起 一條條 一條 廁所這裡呢 有個浴缸 有個浴缸 浴缸呢 外面呢 就是看我們剛才那個泳池景 好 再看看這邊 這裡呢 有兩個泳池的地方 不是 兩個洗租 洗 那些 做些 床 然後呢 有這個呢 就是 室內洗澡 還有室外洗澡 室內室外 你也可以洗澡 這裡有 坐在這裡冥想 然後那個洗手間 是那些呢 好像 日式那些呢 是可以 有些洗臀部的效果 題外說 智能座似洗臀部呢 簡直是 痔瘡的救星 或者呢 一開始那條石春路呢 這裡都可以直接走出去 我們的 private pool 就是不需要一定景過房的 其實 private pool的景都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 但是 這裡是懸崖邊 不是海邊 以前買二代pool是直接下海的嘛 也知道啦 這裡就是可以 有直接呢 可以走回去 廁所 哎呀 差點PK 直接走回去廁所 如果有需要 直接走回去 我想說啊 之前說了這個小小的片段 上TG Group 啦 然後呢 有人又在說我什麼 身材很累積 臃腫 什麼沒有人想看啊 喂大哥 你們不要這麼自私 才行啊 就是你不想看而已 但是有些人就是 喜歡看肥婆的嘛 就是眾所周知 我400磅的嘛 有些人是喜歡看的嘛 那你自己不喜歡看 就算了 不要剝奪其他人看的自由 才行啊 可能都有 差不多0.8米 也可能可以浸死我 看到啦 400磅全部脂肪 不錯啊 好 還沒下水 不想再下 我覺得再下 我會 好像很深 哈哈 哈哈 我掉了 我先回家 好深啊 原來這裡是這麼深的 嚇死人了 哎呀 不敢這樣 不敢想 哈哈 算了嚇死人了 又凍了 決定改去浸浴 我想說呢 這裡的水呢 不知道為什麼永遠都好像黃黃 尿尿一樣 哈哈 補充都是健康的尿 看得出當時人是喝了很多水的 我想說 凡是鋪掉這些 肯定很多人留意 說什麼 很肥啊 他見過最醜樣子 身材最差的人 這樣 就算我之前60kg 可能130個左右 還是你看過最肥的人 我真的不相信 那些人 只見過最肥的人 是130個 我覺得他有些問題 我覺得他已經 我看到酒店也有個挺細心的細節 就是除了普通的洗護用品之外 他還有盧匯gel 給人們曬傷之後用 還有這個蚊帕水 就防止客人被蚊咬 不過這裡也沒有蚊蚊的 其實 現在準備走去泳池那邊 厲害厲害 已經有很多院友在這裡游泳了 但是曬我又嫌序有點曬 我又不想 我又不想等一會曬到出班 現在去了一個泳池 泳池隔離 哇很曬 的 新屋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日光熔的 反正我本身已經很黑了 不是很曬 就是這個 我編制的泳池 不過其實現在很多地方都有 遠線的 似乎已經不是什麼奇特的東西了 其實這裡的員工某程度上都挺正 就是在這裡一路上班 有一個收入這樣 然後又可以看著這個這麼漂亮的景 以及懸崖 但是呢 那又不可以這麼說 因為他們的 薪金水平相對是比較低一點 對 不過就好像坐牢一樣 你做懲教去坐 還有你真的犯法去坐 是兩種不同的體驗 對 建議犯法去坐 現在就下了水了 很曬 Youtuber真的不容易做 很辛苦 曬得 笑死 我以前怎麼會這樣在這裡拍片 拍一點放上IG就算 對 有個懸崖 挺漂亮的 很曬 對 對 對 那邊的懸崖很漂亮的 看到嗎 看到 唉 吹到 現在天氣很好 又有一點點陽光 然後又 真的不冷 那些水 昨天很冷 然後陽光又 那邊的懸崖又很漂亮 所以是挺好的 如果不用拍片就更加好 就是就這樣在這裡享受 不要在這裡做這種世俗的工作 但是我拍片就要給人拍片 我以為哭了 我不想拍的 我想只在這裡玩而已 我享受一下 拜拜 其實我是不介意 曬黑 但問題是 我曬得多 我不會是會黑 我會出班 好 stress 在我這麼舒服的環境 都很 stress 好 stress 所以我想說 我真的很大感觸 就是你正常人 不是靠社交媒體賺吃 你拍那麼多照片 都不知道做什麼 就是一般人 就是為了放上自己的IG 又難怪是有人看的 就是可能得過一百個人like 或者幾十個人like 就是又不是從中賺到什麼 應該不斷去旅行 不斷在這裡拍 唉 就是 你如果是要靠這行 賺吃 這樣的話 就是 或者好像我這樣 要保持著 有個人氣 不要社會性死亡的話 你又不是 都不知道做什麼在這裡拍 因為 雖然不是說 judge他們 因為我自己 都有一些傾向 其實我是自己 judge自己 就覺得 為什麼不享受那個時刻呢 你明明是 就是 就是要 什麼都是做給我社交媒體看 然後拍完 又坐在這裡 撿撿撿撿撿撿 全部都是為了一個虛擬的生活 唉 不過現在都沒有說虛不虛擬的了 其實因為 根本社交媒體都是 就是正常生活的一個部分 已經是 已經沒有說虛不虛擬 唉 現在在這個有太陽山的環境 我就覺得OK了 還是重申一句 我不是怕黑 我是怕出班 其實胸已經有一點一塊塊了 唉 真的很可悲 很慘 我出班 我又拿幾萬元去做Laser打班 就是曬一曬 有什麼位置呢 是不是 就是 所以我現在開始明白 那些大媽去到某個年紀 開始 什麼面堅尼那些都出來 我可能遲些也是這樣 就是其實如果我完全不用拍攝 我的狀態就會是這樣 就是這樣 真的又不會 會遮住 防曬 很舒服 這樣 你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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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樣子好帥 可能妝也不會化 有沒有太多 這樣才是放鬆 大哥你裝得那麼痕 又穿得那麼痕 又要放上姿子 好像要說話的 其實真的很累 如果不是為了工作 就真的不知道為了什麼 不過沒有的 有時候有些人不喜歡 留下美好的回憶 穿漂亮的衣服 漂亮的褲 什麼 都是一個好事 對了 不過不用整天 不要太多 太多就很累了 叫他拿了一個小的 Cinnamony的雪糕 就是肉桂 我每次都喜歡這些 經常在家製的東西 都加很多Cinnamony 做Pancake那些 試試看 不錯 有雲呢腩味 有些肉桂味 當然不錯 因為我本身喜歡 所以廢話 先檢查之前 最後在這個 公司坐一下 我喜歡今天天氣多一點 暖一點 挺舒服 今天的room tour 和基本的酒店介紹 就來到這裡 現在跟大家買個關子 就是這間酒店的自助早餐 和其他room service 是怎樣的呢 我遲些會出一段影片 連那個晚三元 一晚的那個酒店 的自助早餐 我都會一起放在一起 還有其他好吃的東西 我都會放在一起 這樣 那如果大家想 多看一點 那就 繼續留意 訂閱 留言 分享 分享 那些卡拉的東西 如果想加入我的Patreon 都非常歡迎 那今天先講到這裡 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